古代工程的时候 士兵们架着梯子爬成墙 上面的守城士兵用石头砸 用火烧 甚至用粪水去泼 你看电视剧的时候 有没有好奇过 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推倒梯子呢 搬石头来砸 挑粪水来泼 难道不比直接推梯子费劲多了吗 其实不是古人太傻 而是电视剧太假 守城士兵不推梯子 最重要的原因太重 推不动 古代战场上真实的工程梯 并不是电视剧中 为节省成本而使用的那种连下道具 而是这种带有厚重底座的云梯 作战使用的云梯 都是采用最结实的木材制成 一架云梯能重达千斤以上 装上轮子都需要十几个士兵 才能推到城墙下 重心全在下面 城墙上的士兵 想在顶部推倒云梯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不仅如此 工程云梯还会在顶部加装挂钩 底部有千斤重心 顶部挂钩一旦挂死在城墙 那云梯就形成了一个牢固的三角形架构 你要非想不开 硬要去推梯子 那首先就得破坏挂钩 有这功夫 下面的士兵早已爬上城墙 砍了你的脑袋 除此之外 工程方还会在云梯下准备好弓箭手 专门射杀那些探出头来 推梯子的智障 所以说推倒梯子的行为 在真实的古代战场上 根本不可能发生 但话说回来 工程方有自己的手段 那守城方也有自己的秘籍 其中对付爬城墙最有效的手段就是 金枝 一桶金枝破下去 再勇猛的工程士兵 也得文愤而讨